歡迎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來關心在台南的麻豆 傳出了氣爆意外 這一棟有16間出租套房的民宅 突然爆炸 威力大到把鐵皮屋頂給整個炸開 警消趕到現場之後 就房間內還竄出火光 所幸在5分鐘之後撲滅火勢 救出了受傷的男子和兩名外籍男女 套房發生氣爆 傷者燒傷躺在單架上被抬出來 後面有電機快點擊火 後面快點擊火 來 沒關係 先把人送走我們下來 救人要緊 消防人員再挺進 套房裡頭仿佛被轟炸過 隔間的木板炸飛到處亂七八糟 還冒出大火竄出濃煙 就連鐵皮屋頂也炸破掀開 一個大洞又夠驚人 地點在台南麻豆這間民宅 一共有十六間套房出租 下午兩點多發生氣爆 疑似五十五歲男子 主食不慎引發 經過搜索發現兩名外籍男女 腿部眼睛受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根據了解這一整片 都是宿舍區以及移工租屋處 氣爆把屋頂掀翻 三人炸傷 到底起火原因為何 還有待調查 接著來關章台南報導 最近消息 在國道一號北上45到46公里 處的高架路段旁 附近的冷煤工廠傳出爆炸 導致經過的車輛遭到了波及 爆炸造成的大火吞噬工廠 現場濃煙密布 同時造成了高速公路車輛毀堵 除了有濃煙之外 大火造成了國道路面的外線 出現了散落物 嚴重的影響下班車流 目前消防隊已經抵達現場搶救 有兩男一女 總共三個人受傷送醫 消防隊出動了五十五輛的消防車 還有八輛救護車 消防員一百三十八人 正在全力的鋪救當中 這是您看到的最新畫面 新北市一所國中 昨天有十五歲的男學生 被同學拿彈簧刀割傷頸部 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還在搶救中 家屬難過的發文 因為這個孩子未來恐怕 有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炮轟難道這就是蔡政府的 社會安全網嗎 那麼其實這個動手的男同學 他過去有傷害的前科 才剛剛從少管所出來 但是因為要幫他的乾妹妹出頭 結果是再次犯案 新北市猛街中學二十五號 發生校園割喉案 女學生跑到隔壁班找閨蜜 被隔壁男同學驅離 女學生找乾哥幫忙套公道 男同學因此遭乾哥持彈簧刀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而動手的男同學 依殺人未遂 裁定收容 涉及教唆的女同學 責負監護人 但家屬怎麼咽下這口氣 一次家屬在Dcard上發文表示 兩人是校內的頭痛分子 都是宮廟出來的 男同學有宮廟 背景之前打同學 才剛從少管所出來 更痛批教唆的女同學最可惡 但未成年犯案未來都沒有 前科註記 這就是蔡英文執政的社會安全網 也心疼孩子未來可能是植物人 而木級的全程學生 有人一路哭到放學 也都成了受害人 當下已經有針對木級的同學 做個別輔導 事件持續發酵 疑事將冠於質疑 乾哥本身就有少年法庭紀錄 還持續帶到到校 那算是偶發意外 校園安全每一環都有問題 根本是黑暗校園 難道學生代為禁品 真的無法無貼嗎 對於學校是否該強硬的進行收聲 怕會傷害到學生的自主權 可以裝設因素探射器 帶有可以要求學生自己拿出來 老師教官都無法收聲 學家如有宣導近代為禁品 就沒有法律責任 尊重學生的自主權 卻變相讓校園出現安全破口 原本該是最安全的環境 如今讓學生家長人心惶惶 記者李清 杜宇宣 新北市報導 高雄岡山區有一名騎士 他高速闖紅燈 一面撞上了公車 撞擊了一瞬間被拍下來 機車的龍頭朝下九十度倒立 而且還緊貼著公車 而騎士則是被撞飛出去 全身有多處骨折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海湖潛艦發生了墜海意外 至今三名士官仍然失蹤 國防部還原事發經過 一開始是四個人去搶修 被大浪拍落 後來再派出七個人救援 總共派出十一個人 卻有三個人落海失蹤 有目擊者爆出疑似 有兩個人沒穿救生衣 家屬也發出了錄音檔 呼喚丈夫說天冷了 該回來了 二十一號海湖潛艦發生墜海意外 至今三名士官失蹤 國防部還原事發經過 當時是五級風力 因為潛艦救難伏標故障 派四人去處理 卻被浪打翻 兩個人因此脫鉤墜海 兵器長跟救生組 共七個人去救援 最後卻有一人跟著失聯 甲板上十一人 有三人下落不明 救人的還反而失蹤了 更有支援士兵驚爆 他募集落水的兩人 疑似沒穿救生衣 但是當天的問題是我們的勇的部分 他抬取的狀況是比較嚴重的 並沒有超出他整個作業的限制 落海至今第六天 軍方持續搜救 失聯的張信士官家屬 發出一段錄音檔 強壯鎮定的語氣讓網友淚崩流言急氣 太太好勇敢希望有一線奇蹟 聽到第一句就差點落淚 桃園一名游覽車司機疑似是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他完全沒減速撞上前車 造成有六輛車遭到波及 其中有一輛小貨車是被夾擊 車體是嚴重的凹陷 而在台東則是有駕駛 突然一下迴轉撞上了執行的騎士 他左腳被卡在車底 是眾人合力把人給救出來 所幸沒有大礙 購物欄裡面還沒有結帳的商品 被搶走到底是屬於誰的呢 有男子到超市去買東西 他已經把商品放進了欄子內 是一個韓國的香蕉牛奶 結果被一個阿姨 當場就把他給搶走了 說是孫子吵著要喝 而且還怪這男子很貪心 不分給他一些 雙方僵持了將近兩分鐘 而結局曝光也引發討論 超市裡兩位民眾 為了韓國香蕉牛奶 遠地僵持 男子為了跟朋友過夜旦開趴 跑到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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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我的孫禍 禍出去 搶了別人購物欄裡的香蕉牛奶 說不還就不還 這是我的東西 這是我的東西 這是誰說你的東西 這是男子不像你的東西 男子不像你的東西 男子不像你的東西 這我也可以煮啊 沒有啦 你不能煮啊 我今天來煮走你也不知道 你 男子為了跟朋友過夜旦開趴 跑到超市購物 才剛放進籃子裡的香蕉牛奶 居然被一位阿嬤 快手搶走 放進自己推車 最後結局曝光 畫面讓許多人看了覺得 又無奈又好笑 人家先拿的東西 怎麼可以給他偷拿 好好講或許我會讓給他 什麼都不講 就拿有點太奇怪了 到底還沒結帳 擅自拿走別人放在購物欄裡的商品 可以還是不行 男子確實可以要求歸還 不過阿嬤也能結帳 取得商品所有權 唯有爭議的是道德瑕疵 要是真的互不相讓 也許找電源處理 最最公平 記者綜合報導 單身女子在外租房房內 原本就附上的充電插頭 竟然有內藏竊聽晶片 靠著專業儀器檢測才能發現 那麼專家提醒說 生活中的任何小物品 其實都可能被人加工 另外如果是手機被竊聽 專家表示恐怕連原廠都難救 訊號偵測儀器越靠近聲響越大聲 女子捂著嘴 簡直不敢相信 每天用來充電的插座 竟然無時無刻都在偷聽你講話 可怕案例還不止一起 嚇到語氣都在顫抖 單身女子在外租房 房間內的多項插座內 卷裝有竊聽晶片 還披著插座的羊皮 竊取個人隱私或企業機密 幾乎讓人防不勝防 專家示警 不只插頭能偽裝 在外租或外宿 這些生活小物 可能都暗藏為己 那真的很多種 插頭 娃娃 還有那個電話盒 很多東西都可以裝 因為竊聽的東西很小 不只生活物品要留意 依照當今技術 這樣的竊聽器 加裝一個小鏡頭 變身偷拍器 一點都不難 不只聲音外流 影像也會曝光 但偷拍鏡頭好偵測 竊聽反而更難抓 必須要用專業偵測器材 探測訊號來源 才能發現 一般民眾幾乎無從著急 像這樣 隔牆有耳 防不勝防 每天都在用的手機 也可能被竊聽 有心人士 只要摸到你手機 短短幾秒 就能植入竊聽軟體 目前幾乎無法可解 台灣到底會不會缺電 也成了總統政見會上的工房焦點 侯友宜 柯文哲炮轟 賴清德想用核電 又不敢講白 發展綠能 又搞出了弊案 而賴清德 再提他說 領導22歲 國家負擔 還有要蓋社會住宅 卻被侯友宜拿出數據來吐槽 說在台南市長任內 一戶都沒有規劃過 民進黨狂碰非核家園神主牌 但發展綠電卻大暴逼案 賴清德改口說 必要時還是要用核電 證監會場藍綠白 瘋狂交鋒 缺電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一定好好來推動多元綠能的發展 我實在忍不住要問賴清德候選人 你真的堅持2025非核家園嗎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堅持的話 票就先跑掉一大半了 請問核電可以收關就關 收開就開嗎 要不要用核電 要鼓鼓請測嘛 如果你核能機組 你不想停 是不是要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議 2025非核家園 這是錯誤的政策 對全民來講 毀絕的系列 賴清德提政策利多 說0到22歲國家負擔 被侯友宜當場甩了個巴掌 我已經提出了 投資0到22歲的完整計畫 加薪減稅少負擔 陪伴每一個人 特別在這裡提醒賴先生 你在台南市公共托育 最重要的工作都沒有做 是你 新北市在我推動底下 我們總共121間 是五都家一家的總和 都沒有新北市的多 照顧幼兒 不是嘴巴很厲害 想拉年輕票賴清德 再提蓋社會住宅 只是話才一說出口 又提到鐵板 20萬戶的社會住宅 不會跳票 未來也會以八年為期來規劃 新建的住宅有13萬多戶 我覺得更不以為了 你當過台南市 又當過行政院院長 你一戶的社會住宅都沒規劃 台南市到現在 是六都唯一 沒有市委會住宅完工的 我們新北市不太有規劃 也有完工的 家一家已經有1.1萬戶 選政倒數到底誰能真正端豬牛肉 誰又只是空口說白話 選民心中恐怕早有答案 接著楊潔 旅月雲台北報導 抬頭看看天上的雲朵 有些雲非常罕見 而有些雲看到恐怕要趕快逃命 有一種乳狀雲 它好像水滴又像棉花球 只要出現就代表 將會有雷雨暴風 還有一種操面雲 波濤洶湧 還有斷面雲 看起來好像把天空分成了兩半 也被稱為地震雲 眼前這片天空超奇特 一朵朵的雲好像大水滴 又好像棉花球 好稀奇 原來圓滾滾的雲叫做乳狀雲 因為像牛乳房 外型可愛但千萬別被騙 恐怕暗藏暴風 極端惡的天氣馬上就要來了 乳狀雲因為冷空氣下降 暖空氣上升再將會處形成 氣象專家說看到這種雲快回家 暴風雷電甚至可能還有龍捲風 這種乳狀雲在生成之後 你就要小心龍捲風可能會出現 包含的當然會有冰雹 閃電打雷下大雷雨 雲底出現波浪狀 天空潑桃洶湧 這種雲叫操面雲 又呈夭雲之手 代表大氣混亂 讓人陷入末日恐懼感 而斷面雲又呈地震雲 彷彿把天空切一半 窒息的感受是不好的象徵嗎 冷暖空氣交匯之處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雲層的發展 天空竄出彩虹的顏色超繽紛 這是七彩翔雲 也叫蒲狀彩雲 主要出現在極權地帶 而夜光雲是極地中的雲層 太陽低於地平線時才會看見 主要呈現銀白色或藍色 台灣恐怕很難看到 多認識一種雲 關鍵時刻 保住性命 這有黃旭金獻忠高雄報導 天氣冷嗖嗖 因運而生不少的保暖小物 像是插電型的加熱披肩 溫度調節最高可以到四十五度 用USB可以直接接電 另外有發熱斜電 還有插電的加熱地墊 再也不用擔心地板冷冰冰 還有人喜歡喝熱咖啡熱茶來取暖 但醫生表示咖啡因因為容易利尿 反而帶走熱量 加上會刺激血管收縮 反而容易造成四肢冰冷 暖風扇搭配暖暖包 辦公室裡圍上厚皮肩 還是不夠 想要更保暖 還有這一咖 咖啡色毛毯搭在肩膀上 重點來了 插上USB插頭按下開關 瞬間發熱 它這邊是屬於肩部 所以它有兩個發熱點 那它直接插USB 不只表面毛茸茸發熱披肩 內部連接科技碳纖維 插上USB接電能調整溫度 最高四十五度上班族最適合 溫度可以自由調節 加熱速度非常快 另外還有插電型加熱地墊 就算坐在客廳地板也不怕冷 或者在鞋子底部塞進 類似暖暖包材質的發熱鞋墊 越走會越暖 還有機車專用面罩 從頭到尾包緊緊露出一雙眼睛 就算冷風再吹也不怕 但更多人天冷習慣來杯熱茶熱咖啡 但醫生說小心越喝會越冷 原因就在於咖啡和茶內含咖啡因刺激 交感神經血管收縮手腳冰冷 加上咖啡因利尿散熱更快 醫師建議和熱豆漿熱牛奶蛋白質產熱效應更高 熱熱喝更暖身 中選會舉辦第二場公辦電視總統政見會 柯文哲侯友宜和賴清德三個候選人 透過了三輪政見發表再次交鋒 第二場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在中市登場 三位候選人分別提出改善高齡勞動人口問題 針對詐騙泛濫用言行重罰 直求對決詐騙集團 而賴清德則是提出零到二十二歲國家養 六十五歲強制退休的規定 這個要修改 讓有意願有能力的人他就可以繼續工作 有很多大學要退場 這個空間應當可以改造成 老人可以使用的養老村 他們可以在這裡生活學習甚至工作 治安三件裡面 一打炸二少毒少槍三持暴 打炸簡單清除 騙如責怪如故 犯罪所都要超過一定的定額 無論個人和組織都加重七十二分之一 我將會用加薪減稅少負擔 陪伴每一個人走過人生每一個階段 零到六歲國家一起養二點零 長照三點零 來減輕三民治家庭的負擔 三人除了在核電等能源議題交鋒 也各自拋出新選民的政見 來爭取勝選的可能性 記者送不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